我觉得在我们这行业 首先要坚守过去 老师也好 还是老先生们也好 告诉我们演员 做艺先做人 然后应该怎么去塑造人物 塑造人物的各种方法 技巧 和在心灵上 怎么去抒发 住手 感觉一请一推 请一推 雷洪水 首先我们有相同点 我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简单的人 不复杂 直来直去 比较勇敢 比较敢于面对 有很多事情不逃避 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但是当然这个人物 身上很多闪光点 我肯定是达不到的 我这个山哈 不是一个人在闹海 我们大家合股 筹钱 把林老板的养殖场 给盘下来 将来有一天 我们一定能把这个海 给闹成 好 我觉得我没有雷洪水那么拼 那你说是不是在拼 也是在拼 比如当年拍戏入行 考大学 证明自己 包括到现在 我觉得如果用拼 那就这两个词 坚守和求心 来 备 一 二 三 应该怎么去塑造人物 给予这个人物 让观众感动 我觉得这是坚守 但是同时不能忘了求心 如果没有新的东西 大家觉得一成不变 那肯定就不会得到别人任何 你也想给上来 我也想给上来 你看 这个戏算是拍的时间不短了 我印象当中四个月 一百二十多天 张国妹老师还有希望呢 我们算是校友 因为我们都是中系毕业的 希望呢 也是我的小师妹 她比我们要小很多 她有很多新的东西 没有人敢让大黄美 也没有人愿意把乡亲们都聚集到一起 一同发财 只有你这么做 也只有你敢 其实我们有很多在体系上是相通的 就是我们有体验到体现吧 所以大家拍摄起来呢 比较有默契 快出来 张国妹老师是我跟希望算是师叔级的人物了 他跟我父母是同一代人 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说这个幕后的故事 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 拍《山红爆发》 因为实地有很多受限 这个在实际完成不了 于是乎我们就找了一个这样的体育馆 用大号的鼓风机 和这个棚里边的下雨 来完成表现山红 因为我第一天去那个布景 我就从老远我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就坐在一个那种塑料的那个板凳上 塑塑发抖 他脑袋上戴个白毛巾 因为我一看就是他 很标志性的 我说张老师 来了 小孩子在哆嗦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冷啊 我说因为我这白天热的我不行啊 他遇 你是知道了 说这这这这多穿不了 我想说就是给我们年轻演员传承是什么就是这个 他全部自己完成这些山红的戏 因为在房顶上 救孩子 人家那么大年纪了 没有说找个替身啊 或者怎么样的 也没有说弄个什么炉子取暖 没有 我觉得这个挺感动的 就是我觉得年轻演员现在好像不多 可能不把传承看作那么重要 但是可能年龄不一样 你像我们这一代 我就会觉得传承是有着至关的重要性 尤其是做人这两个字上 包括刚才说到敬业 这个是一定要我们去学习 去发扬下去的一个事情